第四世 第四世 于月节以前 耶稣知道自己 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 他一向爱世间属自己的人 就爱他们到底 晚餐的时候 魔鬼一把出卖耶稣的意思 放在加利尔人西门的儿子 犹大心里 耶稣知道 不一把万有敲在他手里 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 又要回到神那里去 就离席站起来 脱了衣服 拿一条手进竖腰 随后把水倒在盆里 开始洗门徒的脚 并用束腰的手巾擦干 到了西门彼得跟前 彼得对他说 主啊 你洗我的脚吗 耶稣回答他说 我所做的 你现在不知道 但以后会明白 彼得对他说 绝对不可以洗我的脚 耶稣回答他 我若不洗你 你就与我无分了 西门彼得对他说 主啊 不仅是我的脚 连手和头也要洗 耶稣对他说 完洗过澡的人不需要再洗 只要把脚一洗 全身就干净了 你们是干净的 然而不都是干净的 耶稣已知道要出卖他的是谁 因此说 你们不都是干净的 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 就坐下对他们说 我为你们所做的 你们明白吗 你们称呼我老师 称呼我主 你们说得不错 我本来就是 我是你们的主 你们的老师 尚且洗你们的脚 你们也应当彼此洗脚 我给你们做了榜样 我要你们照着我 为你们所做的去做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胡人不大于主人 奉差的人 也不大于差他的人 你们既知道这些事 若是去实行就有福了 我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 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 但这要应验清圣的话 吃我饭的人 用脚踢我 事情还没有发生 我现在先告诉你们 让你们到事情发生的时候 好信我就是那位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接纳我所拆遣的 就是接纳我 接纳我的 就是接纳拆遣我的那位